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农家发面饼 葱香浓郁,鲜软又好吃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放入100克玉米面 用100克的开水,先烫一下 放入开水,能够改善玉米面粗糙的口感 搅拌均匀后,打入一颗鸡蛋 把鸡蛋搅散 加入4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克的酵母 用温水和面,边倒边搅 搅拌至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 直接移到案板上 再次把面揉光 扣上面盆,饧面5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两小勺面粉 少许的盐 加入我们刚刚烧好的热油 搅拌均匀 细油酥就制作好了 取过醒好的面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面片的表面均地涂抹上油酥 用刮板刮均匀 撒上一层小葱花 然后从底面给它卷起来 卷成桶状 然后用刮刀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取过一个面剂 两侧往底面折叠 整理一下 直接按压扁 擀成薄一点的牛舌状 生坯就全部做好了 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垫面撑提前一热 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我们醒好的生坯 生坯的表面也薄薄地刷上一层油 烙至底部编成金黄色 我们给它翻面 表面再刷一层薄油 再次翻面 全程大约需要4-5分钟的时间 烙至饼的两面金黄 按压能够快速黑弹 就可以出锅了 发面饼就全部出锅了 看一下 色泽金黄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粗凉细作 鲜软又好吃 如果您喜欢 就可以试试哟 我是海军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